對 下盤的力量非常夠 MICHEL 背框 想打小夫 展現了自己個人擔打能力 很厚度上面 MICHEL 再多一個給球 好快攻得分 大壽司是吃餅怪獸 對外圍做一些對位 給對方外圍的命中率下降 當然他們就要想出一些方法 在外圍投不順的情況之下 要往進群裡面打 包括剛剛一個漂亮的配合 還有包括MICHEL 剛剛在籃底下的一個大轉身 瘦的都是國王隊的最小的得分點 麻煩了蘇世娟跟蘇培凱 看真的被他們投進那也沒辦法 第一時間控制接力 好怕氣直升機要起飛了 前面呢 當然這個漂亮的RU 是一個兩個洋將的合作 但是前面的那個防守 林舒豪展現非常聰明 就是他去影響到 吳永勝的上籃企圖 然後做分球的時候 把球給撥掉 就是這個非常成熟 而且兩個人的狀況很好 所以你看到在下半場這邊 都先上場了 勇士隊46.5分的板凳得分 也是六隊當中第一名的米歇爾 一個墊步在人堆當中 Mianico 開底線 那空中對方新特利 籃板搶的胸 又是曼尼高的進攻籃板 先次走了一個弧線 又是進攻籃板 阿帕西直升機再次直線升空 太辛苦了 角力外圍球交給曼尼高 林志傑最步不讓的防守 空中夾一找到了 好球啊 好球啊 這就是Mianico在場上 再來看一次曼尼高 做一個RU 那今天在5號位置這一點 國王隊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因為沒有什麼優勢 對 那這兩個人的外圍 Mianico 一個顏固進來 再交小球 米歇爾擺進兩分 好 那現在真的就要看說 國王隊能不能夠 好 讓敵數 不管曼尼高有沒有過來 他就硬是要把球塞進去 哇 再一次又操縫 兩分操進來 獎勵 尼高 快到米格喬天的距離 一分差 獎勵 哇 黑曼尼高 來看一下 Kenny Manico 他真的是 台灣非常少這種 能夠用防守 去改變跟決定比賽的洋將 是 在上一場比賽的對決 The Manico 雖然外圍發揮的 沒有像蘇偉 或是凱艷 或是舒豪那麼好 但是他一場比賽 超了五顆球 對 然後呢他的籃板跟助攻 也都有 就像今天他的數據